英国最大的新闻机构 英国广播公司 也就是九副盛名的BBC 这段时间以来 对中国的诋毁和抹黑 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 一花揭幕 张冠礼贷 一家乱争 无中生有 为达到政治目的 BBC正在加班加点 商场针对中国的谣言 BBC制造的谣言包括 中国疫情 中国香港 中国新疆 中国经济 中国科技 中国政治 中国外交 愿假新闻 已不足以形容BBC的丑恶 当然 BBC制造的谣言 也不仅仅针对中国 还有俄罗斯等国 我们以前都听过一种说法 在西方 作伪证是重罪 言外之意是 西方人很诚实 无论是在道德层面 还是法律层面 作伪证都是不可隆能的行为 然而 在事实上 BBC却不断地使用伪证 来加强谣言的真实性 2月4日 外交部发言了 湾文斌在记者会上 就拆穿过一个 BBC安排的伪证者 2020年7月17日 BBC采访了一名爆料者 与其说采访不如说是一场戏 导演 剧本 台词 表情 都已经安排妥当 目的就是传播 针对中国新疆的谣言 那位满嘴 谎言的妇女 就是典型的伪证者 而这种伪证行为在BBC 非但不会受到处罚 反而还能够得到鼓励 BBC在人们的印象中 它只是信息的传播者 并非单视者 而BBC为了诋毁中国 毫不掩饰地成为了新闻的制造者 在基本职业道德的媒体 是在发现新闻 BBC则是在发明新闻 而且是 对以继业的发明 与中国有关的新闻 简单说 BBC是在奋制造谣奋命行事 它根本不用担心 安排伪证会受到追者 也不用担心 因造谣受到处罚 而这些谣言被拆穿 并被中国要求道歉时 BBC在2月5日的声明中 却称自己是 全球最受信任的新闻媒体 BBC是英国媒体中的航空母舰 1922年成立在99年的岁月中 它凭借着顺厚的实力 深远的影响力 得到了很多人的信任 但这并没有丝毫的改变 它是英国政府宣传机构的本质 以前BBC策略是 在一碗潭水里加上一勺披霜 至少它是甜的 因为它是在一碗披霜里 加上了一勺潭水 就是连潭水都省了强管 那些针对中国的谣言 哪一个不是漏洞百出 荒唐可笑 它变成了一种智商筛选工具 西方媒体总喜欢 自称是独立媒体 新闻自由 然而真是这样吗 BBC从诞生的那一天起 它就是英国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英国势力扩张到哪里 BBC就在哪里存在 了解了BBC 就了解了西方的新闻自由 在公开的介绍中 BBC是一家1922年成立 总部位于伦敦的公营媒体 由英国政府资助 管理者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 12人委员会 如果这样去了解BC系 反而会相信它的独立性 其实 BBC是英国在一战之后 精心打造的宣传机器 因为英国意识到 随着媒体传播技术的发展 宣传力量将与军事力量同等重要 而且投入成本永远低于皇家海军 1915年10月 英国就成立了战时宣传局 属于高度保密单位与情报部门平行 总部设在威林顿大院内 再称为威林顿院 战时宣传局有控制信息的权利 有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 还可以制造和传播 有助于打击敌国的谣言 战争结束后 这个机构就消失了 事实上 它是与情报机构合并 形成了隐形机构 后来这种做法在西方国家流行 因此 他们宣传机构总是不存在的 在台面上 只是BBC CNN这类公开的独立媒体 1922年 BBC正式成立 它有两个基本功能 一 教育民众 热爱英国 二 解释世界 维护英国 但战时宣传局 造谣手艺也由BBC继承下来 只是隐藏得很深 因为这是情报工作的一部分 上世纪20年代末 无线电广播得到了发展 收音机开始进入了中产阶级家庭 BBC的作用就越来越重要 凡是英国势力范围之内 都必须收听BBC 以香港来说 1929年成立广播委员会 由港都领导 1930年转播BBC中英文新闻 一直唠叨到了2017年9月4日凌晨才结束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 BBC的员工有两万三千人 人战时期在两万八千人以上 这是一台庞大的宣传机器 说BBC是专业造谣并非粉刺 制造谣言对BBC来说就是生产武器 它注重的不是道德 而是非道德 而且是有效还是无效 谣言无论是产生于街头巷尾 还是网络平台 生存期一般很短 但BBC的谣言生存期则相对较差 它会反复投放到舆论厂 不断地轰炸大脑 直到你无法对某个特定的对象 进行思考为止 人们可以看到 美英政治人物为谎言道歉 但不会看到BBCCNN出来道歉 因为全球最受信任的新闻媒体 绝不能够因此受损 2014年中国香港战中事件 BBC也是忙得不易乐乎 一直持续到2015年5月才撤下热点 BBC总是使用北京香港中国等词汇 不知不觉的结构一中标题都很老道 比如北京赢了吗?香港赢了吗? 为对维护秩序的赶紧进行 没完没了的妖魔化 2019年BBC更卖力 英政府正在满着收留感度分子 这是巧合吗? 疫情期间英国反应走向失控 BBC在满什么呢? 制造谣言歪曲和丑化中国的抗议努力 同时在国内美化英国体制 小骂大斑满 BBC有着不可逾越的政治红线 他们不得播出任何可能引起观众 对比阿尔兰共和军同情的节目 2019年9月 伦敦、利物浦、爱丁堡等城市 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 发出约翰逊可耻 约翰逊政变的呐喊时 BBC则充而不问 却对十万八千里外的中国香港关怀背致 因为在舆论战上是没有底线可言的 再写下去就要到英国报纸领域了 从BBC可以看到西方新闻自由底色 因为英国是这些媒体航母的老主重 看清这一点是对西方独立媒体 进行独立思考的开始 BBC还想扮成一个客观公正的媒体 一朵白莲花没有什么坏心眼 劝BBC还是多关心关心英国的疫情 不要再满世界的扔舆论垃圾 用谣言去攻击中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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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十八千里